台北市有超過20%的人口達65歲 是超高零化社會 也是六都人口老化最嚴重 但長照涵蓋率僅35% 台北市長講完 參加台北愛捷照護發展協會 舉辦的照護新境界國立自立支援論壇 重視長照專業人才培育與國際交流 我想一直以來長期照顧服務 是我們台灣這幾年面對非常嚴峻的挑戰 在台北市我們高零化的速度非常快 65歲以上的長者比例已經來到了22.02% 所以這樣的比例一直在增加 所以很高興今天能夠透過日本族內教授 來分享日本的經驗 最主要日本是在人口平均壽命 以及預期壽命最強的國家之一 從2007年開始日本就已經邁入超高零化社會 所以在這麼多年日本所經歷的各項挑戰 以及他們所提出的各項因應策略 都非常值得我們借鏡 所以過去我在立法院 當然立委 在衛環委員會 對於長照的議題也非常關注 當時就了解日本也經歷過 包括建戶離職 包括下流老人等各項議題 嚴重的挑戰 所以今天特別邀請日方的貴賓 舉辦這樣的論壇 我們就是希望了解到 他山之石可以違坐 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我們都非常希望能夠藉由日本的經驗 讓我們少走一些冤枉的路 能夠極快的將資源落實在真正需要幫助的人身上 我們社會局規劃的四個日道中心 我們也希望能夠邀請民間企業一起來參與 我們現在最高每一個人可以補助到15萬 所以非常希望結合民間的力量跟資源 一起來克服以及面對我們演長者長期照顧的議題 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在去年7月的時候 我到新加坡參訪 新加坡人口老化的速度也很快 那他們對於高齡長者的長期照顧議題 也一時希望來跟台灣這邊相互的交流 而另一方面 我也看到他們在整個交通的規劃上 對於營法長者 交通安全 他們非常重視 他們創造了叫做 Silver Zone 營法區 也就是透過很多路型的設計 耗製的加大 來減少高齡長者發生交通事故的比例 所以我認為他們的做法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所以從去年下半年開始 我們在台北市各個路口 特別長者常出入 包括大型公園周邊 我們做了一些路型的重新設計 耗製加大 還有包括清晨以及夜間的照明加量 我們希望讓65歲上高齡長者發生交通事故的比例 能夠逐步的下降 照護新境界國際自力支援論壇 邀請日本學者主內校人擔任講師 分享他提倡的自力支援核心精神 與40年的醫療經驗 與台灣長照人才交流 當然自力支援也許在台灣 你們不是第一次聽到 但是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過 其實他們在日本實踐得非常久的 自力支援的主內博士 他親自跟你們現成解說 關於自力支援照護 他們長期在日本的發展以及經驗 這邊也預告一下 主內博士其實他希望來到 他目前的計畫 在台灣這邊做學術交流的部分 包含像今天積分課程的 這樣的類似場合 會陸陸續續 在今年度會有非常多場活動的舉辦 他希望可以把它完整的一個 在自力支援照護上的一些經營的成果 裡面傳授給願意持續交流的學員 一般來講 這個自力支援這門課程 要完整的結訊 其實需要維持三週的時間 所以主內博士他 雖然已經高齡80以上 但他還是對台灣抱有非常的熱情 他已經計畫在今年跟明年 有預計非常多的場次 要來台灣跟大家做自力支援技術的交流分享 其實這幾年不管我們的評鑑 或者是我們的主任的方案查核 其實自力支援一直是我們 目前工作的一團隊 在座的夥伴們 那從這樣的失能課程的操作 然後賦能 我們也發現長輩 確實功能越來越好 那一旦他的失能程度降低 依賴程度降低 他的生活品質就出來了 一個有生活品質的 老年生活是有生活品質的 失能長輩的生活是有生活品質的 我想一直 目前是我們機構一直在追求的 目標跟方向 對 那 那這樣的操作下來 這四年 尤其經過這四年 卓越方案的鼓勵之下 我想大家都努力在做這件事 那今天很榮幸有機會 在副總的邀請之下 我們參與了這場盛會 邀請了竹內教授 來跟我們再次分享 原資源會的自力支援 對 那也很開心 今天這麼多的夥伴到現場 跟我們大家一起來學習 那我們也是抱著學習的心態 來跟竹內教授請教 那將來一定更好 我們會一定越做越好 自力支援照顧的宗旨 要讓長者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讓服務者與家屬同時獲得成長 強健生理機能 並關注社會文化層面的照顧 進而提升長者對生活的選擇權 從速生活目標 記者張啟騰 溫宇俊台北報導 我們下班營 我們下班營 那 你